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活活活活 活着活着把自己弄活里面的事儿很大很大 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事儿 不太一样 各种情报到现在为止有点不一样 另外一个这是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的一个重大机会 也就是这件事情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在关注我们 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想了解到底发生什么 特别是他们昨天下午到这个现在吧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Pakland酒店这个着火的事情 一会儿说是有二楼一个误操作 导致整个楼所谓的那个消防的这个报警器 在楼上就这个报警器没有响 但是电视台又说整个大楼因为警报都没问题了 都都出来没死人 然后说六楼六楼呢上面没人 但是六楼以下呢也没死人 但是飞飞就在16楼 而且飞飞也看到还有别人住 而且飞飞是从16楼走下来的没有听到警报声 然后说是由于厨房的那个烟雾厨房里边的烟雾 进了这个空调通道那放狗屁呢 七哥太有常识了 但非有常识的人烟雾怎么这么熟去了呢 而且我们了解了以后 这跟那所有的什么时候都不是一样的 不是烟雾的问题 跟厨房发包商和所谓的警报响起 和六楼以上没有人完全相反 飞飞就是个活证人 因为他没死他活着呢 同时我们很多国内的战友对飞飞的关系 我都受到了特别特别的感动 战友这次真的是和飞飞的 我们感受到的命运共同体 太多人关心他了 就飞飞这个飞飞秀 让国内的很多战友整个的不一样 因为大家跟他一起这么多次的节目 实际上是心在交流 而且很多人听了飞飞的话 有了很多的判断 所以是大家利益共同体 所以发生这个事以后很关心他 很感谢国内战友的关心 我先替飞飞感谢了 剩下是飞飞感谢飞飞的事 这个事情只是刚刚开始 这个楼里边没有那么多偶然 刘特祖 是吧 然后司法部查封的大楼 然后现在飞飞秀 是吧 然后司法部黑手 然后共产党黑手 然后飞飞正好就住在七个一百多米的地方 然后这个大楼突然就警报响起 警报没响起 警报没响起 说是响起 这个时候共产党正在疯狂 就像在国内现在搞的一系列的事情一样 而且刚刚公布的 中国和俄罗斯要进行所谓铁山脚 包括要和现在正在要进行的 连俄 离制美 包括对美国的要进行一个所谓战略性的一个震慑 战术上的一个整折威胁 要给俄乌战争提供超出想象的武器 那你去想想兄弟姐 那么多对咱是好事吗 包括在欧洲经济上 中共要对欧洲经济上下坑手 让欧洲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你听老子的 你要离开美国 一个你就跟我作对 我弄死你球的 这俩人我估计他都做不到 是吧 然后在台湾的问题上 听说现在台湾的对卖牌贼 已经发出了最后的通报 你们要准备行动 按照我们的计划 ABC计划 啥叫ABC计划 就是McKinsey总长列如到台湾 台湾人民不愿意 台湾人民要反对他 台湾人民要抗议 台湾人民要给他 甚至把他扣留在台湾 甚至各种事端 然后呼吁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列如吧 听说我这吓懵的 我这吓懵的 你别别别 就当娱乐听吧 列如卖台贼是吧 突然间 在台北台中 某军事基地 内部发生了大问题 说有人出卖台湾 有人要紧急接管 台湾政权等等等等 类似这样的事情要发生 类似这样的事情要发生 然后共产党也得来 有借口 再一个就把台湾的 突然间的经济出现问题 就台湾的各种银行 金融机构出现大问题 然后实行动乱 对付国民党当年的招又来了 又来了 不管怎么折腾 反正就没有一样是真事 没有一样所谓是好事 但是我相信台湾人民没有什么选择 美国和欧洲和日本都已经很清楚 就像爆料革命说的 没有什么2035年 就两三个月以前全世界都说 2035年才会对台湾有行动 你不觉得疯狂吗 只有咱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告诉他们 不!2023年 一定会有行动 去年没行动 那是台湾的幸运 实际去年几次蠢蠢欲动 那么后来就由于病毒 由于他隔离清零 由于他内部的政治没摆平 他没干 这习只要是真正的 就像这次王毅 到俄罗斯跟普京的间话 已经摆明了 所谓12条 就让俄罗斯投降 美国投降 你不投降 那我就整你 俄罗斯侵略的是乌克兰 他让人家乌克兰保证俄罗斯主权 你这哪有强奸犯 是吧 要求被强奸者保证强奸者的快乐 和强奸者的权利 因此他提出了12条 如何保证强奸者 必须得到被强奸者的权利和快乐 而且合法性 而且要让警察、法官都同意 这个强奸犯必须得到这个权利 这个所谓要当的条件人 就是这个共产党王毅 你觉得世界会答应吗 美国、欧洲会答应吗 当然不会 那么接下来更夸张的事情 是吧 不但要你答应 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事情 是吧 现在要说 你不行 我习近平现在要访问俄罗斯 访问俄罗斯 就是西方说 你不答应是吧 被强奸犯 你一旦不答应强奸犯所有的12条 然后来了 这个调解员就要开始说 我提供强奸犯更牛的武器 可以让你麻醉你的神经 可以要你的命 甚至让你吃不下去喝不下去 甚至把你粉身碎骨 无人机 各种战略气球 中国所有的武器供给 后勤保障 甚至派中国人民解放志愿军 志愿帮助俄罗斯 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 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 记住啊 无人机 战略气球 导弹 通信技术 然后 解放军 志愿大军 直接把瓦格纳 这瓦格纳 雇佣军 直接给他解散 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瓦格纳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混合体 记住我今天在说的话啊 2017年爆料 我说他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国家权力 诋毁郭文贵 这个瓦解战友 然后丑化我们 把我们定成邪教 定成诈骗集团 然后把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全剥夺 把我们所有人的信心全剥夺 第二 就采取国家局的超限战 法律战 购买 潜伏 快到时间了 第三呢就明天说吧 明天上午直播 反正好事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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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